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游戏的任务就是保证自己不会爱上任何人 我本以为会遇到田狗暖男 霸道将军 傲娇王爷 但万万没想到 竟然遇到了一个碎嘴子 加上大骗子的公子雨 借百姓怨气逼我出嫁 利用草药害我内疚 制造丧事害我爹娘暴怒 我拼尽全力要与这家务合理 然而只能以失败告终 万幸 聪明的龚大人竟然要和我猪迷藏 既然如此 拜拜 联系统会和博物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甜品的虚优独 输队 封闭 水 万千 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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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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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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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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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夫人 公子羽 你把我爹娘叫来也就算了 你还在他们面前演戏 弄得好像没有好好学刺绣 逼着你撒谎似的 你摸着你良心说 我到底有没有好好学习 夫人确有好好学 是摸那边吗 夫人 确有好好学 你给我去跪仙人掌去 太难了 不想学了 我要是救不完 我爹肯定把我的腿打断 都怪这公子羽 夫人 你没事吧 没你事 出去 是 夫人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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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夫人 这次的确是为父考虑不周 不该把岳父岳母也叫来 夫人受罚 为父也有责任 我的天哪 你不让我出的 你都不让我出的 你都担心了 你怎么应该去 你怎么要找我 你怎么要找我 你怎么能帮我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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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办 你就一笔勾销 你觉得怎么样 好 为父保证 守口如瓶 春桃 春 夫人 你有事 子墨 春桃呢 府上的丫鬟们今晚都请假了 说是一同去山上观星 都走了 子墨 这么多丫鬟都走了 怎么不通告我 老 老 老爷恕罪 您当初定下的规矩 下 下人 走了行了 你先出去吧 是 完了 完了 我这一晚上哪能绣得完啊 我绣不完我爹肯定饶不过我呀 夫人 为夫可以陪你一起绣啊 你会刺绣 现在自然是不会 不过 只要夫人愿意 为夫就算学上一整晚上 也要帮夫人 把这幅 拎样细水图给完成 不用 不用 我们一起绣吧 我教你 这样 你过来 先把这个穿过去 然后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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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纷飞着冬温柔 四个年人共只手 他就只还没沦暖酒 把整影像像四周 这些情绪与生守候 浪灵里美眸如酒 北风越温润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居然真的绣完了 绣得跟我师父一模一样啊 只要夫人满意 为父怎么做都觉得值 满意 满意 公子羽 你的手 夫人不必担心 为父真的没事 你之前为了给我煮面 把手烫伤了 现在为了刺绣 又把手扎伤了 没事 吹吹就好了 对了 你等一下 夫人 你这是做什么 夫人 一切都值得 新欢啊 这真的是你绣的啊 真好看 叶夫 叶母 这 的确是新欢秀的 子羽啊 我跟你说啊 如果是新欢跟我说是她秀的 我还不信 但是子羽你说的 我当然得信 老爷 女儿昨天忙了一整夜了 肯定累坏了 咱们先吃饭 边吃边聊 好 子羽新欢 来 多吃点多吃点啊 夫人 我自己吃 让岳父严母大人看到不太好吧 那怎么办啊 不然 你喂我吃 子羽 你干嘛不吃啊 子羽 是不是菜不合胃口啊 岳父严母 是子羽 爹 娘 我想促进我们两个人的感情 我从今日开始呢 我就 喂她吃饭 你看这闪亮口 大姐 你也想吃什么呢 这要是夫人喂的 威夫什么都爱吃 啊 啊 啊 她是一件事的 是你 是 是 我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夫人 夫君 你最近辛苦了 多吃点 好 再吃点肉 再来点 再来个偶 吃偶球 来 你父亲吗 时间不早了 太子丁下周围有事 我先告诉你 夫君 你不吃了吗 你不吃了 再吃点吧 不吃了 资云 跟我斗 吃 吃饭吃饭 不要吃饭吃饭 吃饭吃饭 别生为父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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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生为父的手都这样了 别生 别生 师父 你们回来了 不知那鸳鸯细水图绣得如何了 绣好了 绣好了 师傅不如我们回屋里喝茶吧 好 夫人 今日 师傅又忘了些什么 那大家就别在门口站着了 有什么事进去说吧 好 来 请 请 请 孙夫人 公大人 何事啊 子宇昨日赶了些针线给姓欢 只是子宇见识浅薄 孙夫人还帮看看这些有没有买错 这些针线 都是极为上等的 公大人为了自家夫人 真是有心了 夫人难得有此兴致 为父自然是要支持的 不瞒您说啊 昨日 夫人跟我说 她觉得这些绣图太过简易 想学万里山河图 她一直不好意思跟您开口 公大人放心 像公夫人这种玉帛 媚娘定会好好教她的 那就多谢孙夫人 请 来 这幅鸳鸯戏水图 竟和我师妹当年绣的一模一样 若不是被皇后娘娘买走 而后又赠予当今的太子殿下 我还以为这是我师妹的那一幅 师傅啊 我思前想后 这觉得刺绣一世 还是得靠天赋 心欢愚问 这 其实小里村去不去意义不大 公夫人太过谦逊了 没有没有 师傅啊 我能不能不绣小里村里啊 可以啊 真的啊 那我们从今日起 就绣这万里山河图吧 陈老板 呦 是公大人来了 有失远迎 公大人不是昨日才买了针鹤线吗 莫不是那些东西大人不比 我家夫人昨日一夜便把这鸣鸣图给绣完了 这不 针鹤用完之后 今日特地再来购置一些 辛苦陈老板 不辛苦不辛苦 只是 这店里东西不全 大人还需再等候一日 明日 我派人给大人送到府上去 有劳了 应该的 我这就去背货 对 来 我要想办法 把那张货单搞到手 这也太难了吧 怎么学得会啊 秀的怎么样了 还行吧 公夫人 我刚才想了一下 以你的速度 想必百日内就能完成这万里山河图 百日 师父啊 你秀它都秀了十年 就我这个本事 这百日怎么能玩得成啊 怎么会玩不成呢 您仅用一晚上的时间 就绣完了这鸣鸣细水图 以此等速度 一百日完成这万里山河图 绰绰有余啊 除非你不够努力 不是 公夫人 只要你努力 定能像龚大人一样 受百姓的尊重 景仰 我无所谓的 龚夫人 为了刺绣的传承 有所谓的 少主 这是公子羽 交给部装老板的货品单 说是允兴欢 再绣一副大作 家里的针线 不够用了 钱驴继穷了 这种小伎俩 还想骗过本王 这单字上的东西 分明是买给孙媚娘的 少主的意思是 公子羽想让孙媚娘 在公府绣完万里山河图 孙媚娘只差一字 便能绣完此图 那公子羽 不过是想借着 允兴欢的幌子 帮助孙媚娘绣完此图 可惜啊 他自认为此季天衣无缝 却都在本王的掌控之中 是 给我定好了 等孙媚娘绣完此图 你便将图给我带回来 是 好 好 自语兄 我听闻 你家娘子绣了一晚上那副 莫不是我拿给自语兄的那一副 正是 自语兄为何这么做 若非如此 又怎么骗得过六皇子呢 六皇子心思缜密 他定会以为 我是拿新欢做幌子 实则是要将万里山河图献给皇上 到时候 他定然会派人偷走万里山河图 自语兄 我还是不明白 你这么做 有什么意义啊 等过上几日 太子殿下自然就明白了 我才能这样 我和小人 夫人 夫人累了 怎么不去床上歇会儿啊 算了吧 生前何必酒水 死后自会场面 夫人 你 这是怎么了 别提了 我把鸳鸯细水图给师父看了之后 他恨不得把我当关门弟子培养 给了我这么大一个绣布 让我绣什么万里山河土 还让我一百天之内绣完 我真的是 夫人得到孙夫人赏识 这是好事啊 好什么好呀 早知道我就不折腾了 夫人放心 为夫就算留再多血 也帮夫人把这万里山河土给绣完 算了吧 你的手都成筛子了 还绣什么绣啊 夫人 其实 为夫都是因为坐的地方太硬了 总换姿势在伤成这样的 如果我能坐到床踏上的一脚去绣的话 定然不会受伤的 你 爱坐哪儿坐哪儿 我睡着了我又不知道 嗯 看来 哎哎哎哎哎哎呀 你怎么睡在床上啊 昨夜帮夫人刺绣到深夜 怕惊扰到夫人休息 便没有打地铺 只好 规矩忘了吗 为夫 这就去给夫人写个检讨 行了行了 你不是早上还有早长吗 快去吧 那为夫告辞 休了一晚上啊 你真没动啊 春桃 夫人刚起 你去给她准备些早饭 好 子墓 一会儿我下朝之后直接去渔府 你想个办法 让夫人也过去 老爷 子墓可不敢欺骗夫人 狗狗伟人都骗我了 口口声声说为了紫绣坐床上 千万一家动卖秀 还抱住宣御晚上 子墓 这就交给你了 我先去上场了 这 岳父大人 行欢 昨日吃了您和岳母大人做的饭菜之后 和子墓唠叨半天了 非是要回娘家再吃上一顿才行 这丫头都多大了 想回就回呗 子墓 当年哪 你岳父我 可是在军营里面做过伙夫的 论起厨艺来 这宫中的那些御厨物 都不见得比得上我呢 子墓惭 并向岳父大人多多学习才是 一家人客气啥啊 那这样 你呢就直接跟我回府 让行欢那丫头啊 自己回家便是 全听岳父大人安排 走 夫人您消消气 这大人今早还要上朝呢 若真是秀上一夜 哪里还有精神呀 那他也不能骗我呀 可怜我还心疼他手上的伤呢 是啊 可是容春桃说一句实在话 这刺绣本来就是女工呀 能像大人这般愿意为您刺绣的 是不多见的呦 夫人 来 夫人 夫人 刚刚 府上的上房着火了 您后面要再吃饭 功夫可整不了了 上房 着火了 着 着了 我刚念的 我 我 我 爹 娘 幸欢来了 回个家都磨磨蹭蹭的 大伙等你多久了 那我们别等了 赶紧吃吧 快吃 菜都凉了 来 子瑜 好 好 昨晚你骗我的事 我还没原谅你呢 昨夜 微夫不小心睡着了 还请夫人见谅 小点声 那这一次我就原谅你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事情骗我 那我就 夫人放心 微夫 绝不会再横遍夫人 看你这次手受伤了 我就原谅你了 那 夫人 这次 可以不要给微夫 投胃那么多吗 知道了 你想吃什么呀 知道 啊 好 好吃吗 嗯 好吃 再来一个 啊 啊 夫人小心 你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没事 我看看 夫 夫人 夫人 这 这个 你又骗我 不是 夫人 你误会我了 这 馨花 刚才不是好好的 你们这怎么回事 公子云 你实话实说 你到底有没有骗我 夫人 为父 馨花 夫人 老爷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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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解释 夫人 夫人 为父真的知道错了 我不想看到你 夫人 为父向你保证 保证 保证 我不想再听到你什么保证 大家都说我刁满人心 处处让你受气 可是哪一次 哪一次不是我掉进你的陷阱里 好人全是你的 被骂的永远都是我 夫人 我讨厌你 我不想跟你在一起 我帮你买汤上钩 被这个三条件 求爷爷告哪哪 人家才卖给我 这些事情 我都没有跟你说 因为我想让我自己心安一点 因为我怕 我怕我对你动心 我怕公子瑜 你只是想跟我这个臭丫头玩玩而已 我怕公子瑜你只是想跟我这个臭丫头玩玩而已 你是不是 你好 你是不是 我都不想死 你 你是不是 想什么呢 夫人尽量 为夫妄在走神了 还请夫人尽量 你别以为我亲了你 不对 你亲了我 我就能原谅你 我小时候我爹说了 富贵不能赢 威武不能缺 你再三骗我 这事没完 夫人哭得那么伤心 别说是夫人 为夫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 你又是什么坏呢 为夫这次真的是真心的 只不过 这眼下的当务之急 是岳父岳母知道了刺绣 是为夫替你刺的 那只怕 都怪你 要不是你把我气极了 我能说漏嘴吗我 我爹是个挨面的人 我爹是个挨面的人 我估计啊 这件事他早就吹出去了 这下可倒好了 他非得把我两条腿 都打断了不可 夫人别怕 为夫 为夫 你有办法 为夫替夫人分担一条腿 老爷 您在吗 夫人 起来吧 进 老爷 刚才于府传信来说 于大人知道了刺绣作假一事 大发雷霆 我爹 还说什么了 回夫人 于大人说 您在公府处处处有老爷维护 让您拿着绣布回于府 什么时候绣完 什么时候再回公府 他会盯着您的 我知道了 子墨 那你先出去吧 是 完了完了 我爹这回真生气了 他竟然 要把我关在于府 夫人放心 为夫 一定会替你想个办法的 把我关在于府 那我岂不是不用回公府了 公子已 嗯 夫君啊 这回可多亏了你帮忙了 嗯 父命难为嘛 那妾身 现在就回去收拾东西 回于府去了 不 夫人 你若是走了 那为夫可 你好好在这儿反思吧你 你什么时候认识到自己错了 什么时候再来找我呗 为夫已经知道 陈唐 夫人 这次真的是聪明反被聪明勿乱 老爷 您找我们来有何事啊 今晚 随我去一趟于府 咱们去把夫人 劫回来 老爷 上次解释夫人那事就被拆穿了 这次再被拆穿 只怕拿搓衣把 都要跪舌了 这次事态严重 就算是跪舌搓衣把 也比当个孤寡老人强啊 去把我的夜行复取来 那就 整 整 整 慢慢秀 好了 今天就到这儿吧 又是努力工作的一天啊 睡觉 你 你们是谁啊 雨小姐不必害怕 只需乖乖跟我们走上一趟即可 别过来 别过来 这里可是余夫 不对啊 我才刚搬我回来 那知道我回来的人 只有 我们回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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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车 快外走 ensional 恋火甜 就算你今天晚上把我抓回去 问我爹 明天还是要把我借回来 别急啊 我的万里伤合图 没有说完 我也回不去 我来说 我为夫 只好在这陪你了 既然如此的 那我就帮扶这一把 来 远达 啊 车里又车回了 老人 咋酒啊 你说咋的 你说咋的 就咋了 今日是夫人细高与婶 明日没附近来淘酒 撤 对 资云兄身业劳 补出了这份 这是问你 资云兄 像今天想办法吗 明日 带些补品到余府去 资云兄这是何业 你说那雨新婚 回到余府住了 世子少主 公子雨一定是察觉到了什么 所以才打着幌子 把万里伤合图 送到余府去了 不过是公子雨的 障眼访而已 万里伤合图 肯定还在她的府上 而且她能有此行径 十有八九孙妹娘 已经绣好此图 以免夜长梦多 今晚你就带人去公府 将万里伤合图夺回来 是 少主 岳父岳母大人 来 子雨来了 岳母大人 余府大人 你说你来就来了 还带这么多东西 就是啊 回自己家还客气啥呀 一夜未见新欢 子雨有些担心 就想着买这些东西 来给新欢补补身子 那臭丫头 有什么好不放心的 那就多劳烦岳母大人 去交代一下厨房 中午给新欢做一道鸡汤 好 我这就去 新欢呀 在自己屋里呢 你去找他吧 那子雨就先先看新欢了 好 快去吧 夫人 夫人 夫君呀 还不死心啊 夫人说笑了 回夫只是替孙媚娘来看看 夫人的万里伤合图 绣得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了 我觉得 我人老珠黄都绣不完吧 夫君 不如你拿个芡 对 然后给我写封和黎叔算了 那妾呀 公子雨 你还只有这念头啊 为夫怎敢有如此大理不道的想法 不过 夫人既然不愿意跟我回去 咱们打个赌如何 打赌 打什么赌 小赌一情 咱们就赌 若是为夫赢了 夫人今晚 让我睡床如何 当然 虽然夫人胜券在握 但若还是担心 谁担心了 赌就赌 不过 如果我赢了 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上天入地 全凭夫人一句话 不过 星花 子雨 该吃饭了 好的 月母 好 快一点啊 夫人 请 爹 娘 今天什么日子呀 怎么这么丰盛啊 新花啊 这些都是子雨特意给你买的 快吃吧 你 你快点吃 吃完赶紧回去绣 绣完 爹呀 晚上还得检查呢 赶紧吃吧 知道了 爹 吃饭哪 别大呼小叫的 怎么 还得让我喂你啊 抱歉夫人 为夫 为夫习惯了 习惯你妹 福建说的是 那你呢 得吃点 别噎着了 多谢夫人 客气客气 老爷夫人 太子殿下来了 太子殿下 快快有请 见过太子 于大人 于夫人 您太客气了 来就来嘛 还带那么多东西 这些补品啊 是给雨小姐的 给我 我 雨小姐怀有身孕 自然是要 好好地补用 星灰呀 你怀孕了 这 太好了 小心台阶 小心台阶啊 星灰呀 你就先跟公子雨回去 这刺绣什么的 等你生完孩子 那有的是时间 对对对 我的宝贝女儿 现在你的当务之急 就是好好地养胎 对 自宇啊 我家宝贝女儿 就拜托你了啊 爹 娘 我真的没怀孕 你瞎说什么呢 别胡说 什么没保住啊 你忘了 你之前肚子里边的枕头 星灰 你这轻一点啊 你小心肚子啊 那之前的孩子没保住啊 没关系 这不又怀上了吗 这就得加倍地小心 这种事可不能瞒着家里啊 对啊 千万不能瞒着家里 那那那 你们赶紧回去吧 诶 春桃 你要好好地照顾星灰呢啊 别让她累上了 放心吧 老爷 爹 夫人 我去趟国师那里 我让她给孩子取个名字 对对对 对了 看看库房还有什么补品 全部拿到自宇家去 是 老爷 那你快去啊 娘这就去库房看看 还有什么补品啊 春桃 赶紧跟我走 好嘞 夫人 娘 爹 夫人 小心孩子 不要动了胎气 哎 夫人 别走这么快 你走这么快 动了胎气该怎么办啊 师父 你怎么来了 听宫大人说 你对刺绣 还有一些不懂的地方 回娘家问去了 有什么不懂的 直接问我就好 夫人今日 是否忘了些什么 一天到晚 仗天宜 肯不咬死你 怎么会呢 今日 还是微服主动些吧 孙夫人先笑了 小夫小气之间就是这样的 哪里哪里 媚娘倒是羡慕得紧呢 是吗 对了 孙夫人 星欢还有很多地方不懂 不知 今晚可否把山河图留下 给她再端享一二 公夫人竟如此好学 那我便把图留下再走 多谢孙夫人 那我先告辞了 我先告辞了 公子羽 你不愧是天兴国的状元 掌管异国财政 这小算盘打得可是真好啊 联合着太子一起骗我爹娘 说我怀孕了 为夫 为夫也是迫不得已嘛 那这样 这钱的赌约不算 为夫今夜还是睡到外面 顺便帮夫人把涂绣好 就当是给夫人赔个补室 谁说赌约不算 孩子 孩子 一天到晚就知道要孩子 让你收 你 王八蛋 夜不归宿还想生孩子 生乌龟吧你 老大叫公归 老二叫 公归 归宫 不行不行 怎么也是我的孩子 怎么能起这名呢 给我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住手不许吉普人 瑜伽宝的臭丫头 少管闲事 小心我连你一起打 打就打 臭小子 你还以为我怕你们呀 别 别 你们来了 快跑 他们家人来了 快跑 胆小鬼别跑 有本事在这三百回复 我才不怕你们呢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怪不得公自宇非我不去 原来早就认出我了 这位深夜拜访 不知有何贵感 是公自宇杀了他 公自宇 公自宇 喜欢 公自 你怎么样 为父没事 夫人怎么样 我没事 山河图的原话 住手 因为今日 若是胆敢拿走功夫的一草一木 明日必让你们掉脑袋 好 我长着 住 老爷 公司员 老爷 老爷 你没事吧 公司员 公司员 少主 山河图已经得手 您要不要过目 直接送到高大人那儿 不过是幅破画而已 明日一早 便让他帮我呈上去交给父皇 是 是 对了 公子宇 发现了吗 发现了 不过他为了救雨新欢 已经中了剧毒 无力再阻拦我们夺图 公子宇啊公子宇 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 大夫 公子宇他有没有事啊 他到底怎么样啊 公夫人 大人中的是百忧草的毒 此毒十分霸道 现已深入骨髓 恕老夫无能为力 大夫 您再想办法 您再看看我见老爷 老夫已经尽力了 还是尽快筹备后事吧 大夫 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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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子墨 你先下去吧 我有些话 想和夫人单独说 是 你怎么样 夫人 为父为官多年 对得起天下 对得起百姓 唯独对不起的 就是夫人您了 没有 我知道 夫人 一直都想跟我合理 是我一父一直赖着你 你还记得 我们成亲的时候 小侯爷一直阻拦我 只有你毫不犹豫地 就冲到前面保护我 我那个时候 我看着你的背影 就像回到了我们小时候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总是毫不犹豫地 冲到前面保护别人 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 就是这样 为父才要把你留在身边 好好保护你 是我不好 为父 之前带你捉迷藏放你离开 是因为六皇子 他要派人绑架你 拿你的性命威胁为父 所以六皇子被禁足之后 为父便立马把你接了回来 因为 为父实在欠不得你吃苦受累 你别说 我不要你死 为父 夫人 为父真的想好好保护你 可是恐怕不行了 你还是完毕之身 为父死了之后 你可以去找一个 你真正喜欢的人 过你喜欢的生活 我不要嫁给别人 我只想嫁给你 你 为父还有一个请求 为父想在死之前 再闻一次夫人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诸爱卿 上次说的花灯节与民同庆一事 各位可有什么好的提议啊 回皇上 六皇子知道皇上心系花灯节一事 特地寻来了万里山河图 希望在花灯节 让百姓一堵我天兴国风采 这万里山河图是绝世的珍宝 真是十分难得呀 是啊 十分难得呀 既然此图已经带来了 那便呈上来 让朕也一堵风采吧 是 此画能展现我天兴国风采 六皇子必不会扫了陛下的信 赵大呀赵大 我养了你二十年 还不如养条狗 少主 下属的确是冒死从公子里手中抢来的 而且一直有属下保管 那你告诉我 那幅只有苍龙大小 代表天兴国的万里山河图 它到底从哪儿来的 下属一定查清 不必了 上路吧 大人 大人 先前有人在我这儿买了百药草 此为解药 需连续服用两次 间隔六个时辰 夫人 孔子宇 你醒了 百药草 不是剧毒吗 你怎么 兴许是夫人的吻 胜过千种草药 之前 子宇吻了夫人之后 心中万般不舍 便活下来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开玩笑 啊 要不然 我再帮你换个大夫 再帮你看看 夫人 夫人不必了 为夫 只是略有一些不舒服 今晚 可否在床上睡啊 好好好 让你睡床子行了吧 今天多谢果实大人 要不是您 恐怕我会扰乱子宇兄的计划 但是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殿下有所不知 子宇早已料到 六皇子会抢夺万里山河图 以求陛下解除禁足 便下了很大一盘棋啊 子宇也是 是 跟我们说一声也好啊 莫说是你和我 即便是与瑶瑶行婚 也在子宇的落子之中 否则 怎能轻易骗过六殿下 太子殿下 不是大人 二位见谅 子宇真的不是刻意隐瞒 这不 买了糕点 给二位赔罪来了 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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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吃到子宇兄亲手买的糕点 也不算亏 殿下 这个才是你和国师大人的 这个是子宇 从方月摘满了的糕点 准备带回去给夫人 公子宇对我那么好 从今日起 我也要做一个好妻子 解百忧 公大人种的是百忧草的毒 此毒极为霸道 现又深入骨髓 好你个公子宇 这刀光剑影生死离别的好一出大戏 竟然把我也演进去了 行啊 真行 瞧一瞧 看一看嘞 各种样式的香囊 小姐 看一下 蓝色的怎么样 老板 多少钱 小姐 五个铜板 这里能装东西吗 可以可以 你把风口撑开 就可以装东西了 再把绳子一拉 管管什么都露不出来 谢谢老板 再来啊 谢谢小姐 公子宇 本小姐 这次就陪着你一起演 非得治着你这个 细青的毛病 姑娘 看看花伞 夫君 你这是去哪儿了呀 为夫 去买些夫人爱吃的糕点 夫人这是 我刚刚在修万里山河图 突然想到 这新海城的姑娘 每逢花灯节前后 都会给心仪的男子 因为香囊 我 特意给夫君也准备了一个 好 多谢夫人 对了 今天早上你没上朝 没事儿吗 多谢夫人提醒 为夫昨日中毒 居然都忘了这码事了 为夫这就去问问国师 今日朝上 是否有什么事情发生 去吧 夫人 多谢夫君 来 来 入戏太深了 颜 我叫你 接着眼 紫玉兄 你怎么又回来了 夫人在家做饭 菜的口味不佳 她又怕我饿着 就让我来太子府蹭口饭吃 来 这香包是 夫人得知花灯节的事情之后 就送了我一个 星欢对你是真心无二啊 你可别辜负了人家呀 夫妻之间的小情趣罢了 紫玉 我找你有点事情 咱们过去那边说 太子 国师 你们先慢慢下啊 我找她有点事情 来 来 紫玉啊 星欢她这么不懂事 你是如何让她如此听话的 紫玉啊 星欢她这么不懂事 你是如何让她如此听话的 你跟岳父说也说嘛 虽然我是一家之主啊 但你岳母啊 她也难免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嘛 紫玉也只是让星欢 向岳母大人学习罢了 您若是想哄好岳母 不然尝试一下 把这香囊带回去 给岳母大人看一下 女人啊 最受不了激将法 您受完之后 说不定 岳母大人 也给您秀一个呢 这 这样不太好吧 这是星欢送给你的 让她知道了 她 她不该说你了 岳父大人不必担心 这香囊给了岳父大人 这星欢就算知道了 也不会生气的 那倒是 我毕竟是一家之主嘛 是 那个啊 紫玉 那你先陪太子他们 我 我先回去 我先来 我先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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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想去看 你这儿 我先去看 我先去看 那就更应该好好地跟姥爷过日子呀 我现在也想好好地跟她过日子 只是 程唐 你说 我要不要把送给她的香囊要回来啊 夫人送姥爷香囊是表达爱意 没事的 不是 我那个香囊里面 我放了招文成的香料 请 夫人 猜猜在下是谁 我 做错了一件事 夫人做任何事情都是对的 合错之由 我午时送给你的香囊 里面放了招蚊虫的香料 你扔了吧 你不会生气了吧 夫人误会了 为夫方才碰到了岳父大人 岳父大人非常喜欢这个香囊 便 你说什么 我爹拿走了 岳父大人是要把这香囊送给岳母 为夫便送给了岳父 完了完了 完了 完了 夫人 慢下跑 等等为夫啊 老爷 你说 这香囊是新欢特意送给子羽的 她最近还转了性子 对子羽温柔照顾 是啊 要我说呀 咱家闺女啊 就随了夫人您 那是端庄大度 对丈夫那也是 老爷 你说你好歹也是带兵打仗的 这上哪儿学了这么多花花肠子 我只是让你看一看 咱家闺女啊 懂事了 不用咱操心了 是吗 那当然了 爹 娘 行 怎么回事啊 怀着孕哪 你怎么还这么冒冒失失的 娘 你把那个香囊还给我吧 不行 这我才刚刚拿回来 给娘都还没看够呢 爹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我明天给你们买个新的 岳父大人毕竟是一家之主 他说的话 没错 这个家 我说了算 喜欢呢 你呀 从小就还瞎折腾 你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我们的外孙考虑考虑 爹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思雨 你把新花先带回去 这个香囊 我明天拆业送到府上 夫人 咱们进屋里好好瞧瞧 去去去 好好好 爹 夫人 时间不早了 我们先先回去休息吧 回什么回啊 你明知道那个香囊有问题 你刚才 为什么不帮我说话 夫人 为父也很为难 刚刚岳父那个样子 咄咄逼人的 我也不好得罪岳父嘛 怀疑 你笑什么呀 为父没有 我们先先回去吧 好不好 我不 今天 我们就待在这儿了 咱们谁也别想回家 夫人 快看看今晚的夜色如何 看什么夜色呀 赶紧打蚊子 我要是知道 今天晚上这么多蚊子 那我坐在这就够了 还找什么香囊啊我 我来帮夫人挠一下 下面 我跟你说 按我对我爹的了解 如果我明天比他少一个包 他肯定非得把我的腿打断不可 夫人说得对 那今晚 微夫就在这里陪着夫人挥蚊子 真是害人之心不可有 不过今天晚上怎么这么多蚊子 出脚 小姐 这香料是咱们星海城最招蚊子了 这不是我白天的香料吗 怎么会在你这儿 我说今天晚上这么多蚊子 原来都是你招的 这香料其实 这是仇人送您的吧 这些香料全都是招惹闻营的 这要是待在身上一夜 第二天准能肿成猪头 无妨 还烦请老板帮我包起来吧 好 对了 还烦请老板再装一些 屈纹的香料进去 好的 你稍等啊 马上给你装 公子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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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不告诉我 还有大半夜在这儿喂蚊子 我也只是想和夫人在这里赏赏月亮 看看星星 是吧 赏月亮 看星星 好啊 那本夫人今天呢 保证给你打的眼冒金星 夫人冷静的 你要温柔全书 把衣服披上去 小心转打 冷什么冷 都快热死了 终于被我给骗了吧 往左边点 左边 老爷 待会儿挂完灯喽 再把院子好好打扫打扫 过两天就是花灯结了 得尽快整好啊 是 老爷 昨日深夜才回来 今天怎么多睡会儿啊 无妨 对了 夫人 待会儿 吩咐厨房 坐一碗粥去给夫人送过去 是 整挺好啊 对 春桃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是我为花灯结准备的面具 面具 花灯结还要面具啊 是这样的 花灯结有一个习俗 很多女孩子呢 会戴着面具 跟自己心仪的男子表白 这样就算是被拒绝了 也不会觉得尴尬 失了面 不认识 原来如此 这样挺科学的嘛 夫人 老爷吩咐膳房做的早饭 已经好了 知道了 我一会儿就去 夫人 老爷对您可真是贴心啊 春桃都羡慕了呢 有劳宫大人亲自把他送回来 我还以为这万里山河图 被送到皇宫去了 子羽既然答应了孙夫人 又岂能言而无信 还望宫大人体谅 这万里山河图注入了我多年的心血 实在不想他被他人抢去 子羽明白 不过 既然孙夫人都以为 这万里山河图在宫中 兴许 其他人也会误会呢 多谢公大人提点 孙夫人不必客气 其实 子羽此次前来 是想和孙夫人商量一下 我家夫人怀孕 近日 恐怕 无法和孙夫人继续学习刺绣了 无妨 何时夫人还想再学刺绣 随时换我便可 还要恭喜公大人了 那就多谢孙夫人 子羽先行告辞 公大人且慢 秀儿 先前是我误会公大人了 这对童心结算是我的赔礼 还望公大人与公夫人永结童心 白头偕老 好 好 那 孙夫人的祝福 我和夫人 就都收下了 来 姑娘 拿好 孙子 二位姑娘 来看看 夫人 您这个面具可真好看呀 您下好了 要在花灯节跟老爷表白吗 这是秘密 春桃 咱俩可是一伙 你可别透露出去啊 你说 这星海城这么多人 那公自宇会不会收到 一堆女孩子的表白啊 这个嘛 倒是很有可能的 您放心 老爷肯定不会接受 其他女子的表白的 这戴着面具 谁能看出谁是谁啊 烟花 不行 我得想点什么不一样的 卖烟花了卖烟花了 各种烟花 价格便宜品质好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小姐 买烟花呀 怎么卖啊 这小的三十两银子 这大的一百两银子 那个特大的五百两银子 这么贵啊 小姐 花灯节可是咱们天心国 一年一度的大节 整条街上都是这个价 您要是买贵了 包推 现在这些烟花饭呢 真是越来越不要了 要价一年比一年高 买烟花还不如自己做烟花 只花十两银子 都能做出他们 几百两的烟花来 可是 现在管的盐 那些材料也不让买啊 怕什么 我有这个 什么都能买 夫人 快 给别人送回去 夫人 借用一下也无妨 咱们自己买材料做烟花 总比便宜那个小贩强 自己做烟花 自己做烟花 小姐 你还买不买烟花呀 你要是买 我再给你便宜 一两银子 这些烟花都是最普通的 我得想个办法 做出与众不同的烟花 让我们两个 成为整个花灯晚会 最亮的赛 不买了 走 别啊 我再给你便宜点 殿下 一大早找子羽 是有何事啊 父皇昨日病重 御医们都束手无策 您平日里珍藏珍稀草药 可否借来给父皇调调身子 这些烟花 突然病重 殿下 当务之急 恐怕不是药的问题 而是六皇子 六弟 六皇子将来 寄予东宫之位 此次静祖 更是让原本倾向于他的大臣 心中摇摆不定 再加上此次山河图之事 龙岩更是大了 若是陛下这个时候身体抱养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此语的意思是 六弟要谋法案 此次不犯 以后他更没有机会 殿下若是不信 我们找个办法 一试便知 昭二 你确定那东西 已经被雨昕欢拿走了吗 少主放心 而且据咱们探子汇报 雨昕欢 我们这次还买了不少的销石 做得不错 通知周大人去宫府搜查 记住 你大哥就是被公子雨杀的 这次是你报仇的唯一机会 小人明白 公子雨思买火药 肯定要掉脑袋 我大哥的仇也就算报了 这一键门就能看见呀 这一键门就能看见呀 他有没有说我半途而废啊 没有 他让你好好安心养胎 对 他还送了你这个 好看吗 好漂亮啊 来 为父替你戴上 孙夫人可是个大好人啊 对了 夫君 我买了些材料 要不我们去做烟花吧 然后也给孙夫人戴一些 夫人 夫人 还是先帮为父也戴上吧 我一会儿再帮你戴 为父也可以自己戴 你出去再戴都行 把眼睛闭上不许偷看啊 好了 可以睁眼了 嗯 夫人 这些消失木炭 是从哪儿买的 我跟你说 这些东西市场上已经垄断了 特别难买 必须要那个什么小牌牌才能买 嗯 毕竟 这烟花做完 还可以卖钱嘛 夫人真的是头脑聪慧 为父真是羡慕 不知这个小牌牌 可否给为父看一眼 看在你最近表现不错的份上 那就让你看一眼 收好了 可千万别弄丢了 夫人 这令牌 可是你无意之间捡到的 你怎么知道 夫人吉人自有天相 捡到宝贝也是情理之中嘛 夫人 这令牌 可否借给为父用一下 用呗 反正也不是我的 拿了好处再跟我一起干活啊 夫人先坐 为父出去一趟很快回来 老爷 你怎么没陪着夫人啊 子牧 将我书房中的三封信 交给太子殿下 并让国师通知兵部 刑部 两位尚书 前往太子殿 一同翻越 老爷 出什么事了 你们围住公府其他院门 其余人每隔三尺为兽兵 保证公子瑜不能留走 按我说的做 老爷 若想救我就按我说的做 是 你 来 公大人 周某此次前来 你想必已经知道原因了吧 公某不知 还请周大人明示 与兴欢早私火药 本官 想请他跟我们走一趟 只怕 是周大人弄错了 兴欢从来不够知火药 倒是子羽 私下 购买了不少火药 数量 足以炸的六皇子 尸骨无存 你 子牧 公子羽呢 夫人 老爷他被抓了 公子羽 看来这一切你都知道了 周大人 与六皇子这些小手段 还不及公某夫人呢 来得巧妙 你 罢了 我不与你这秦痴一般见识 六殿下早就料到 若是我们对羽兴欢下手 你一定会抽手抱他 六皇子才在此吃过大亏 看来是没有长迹象 这走似火药的事 那可是掉脑袋的大罪 站了这么久 什么时候抓我去天牢 带走 是 孔子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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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偷往后靠 我待在原地里说话 试图拨通你的电话 对不起你已经不是她的她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想到这些办法 等殿下登基我也可归乡了 国师大人 子羽兄虽然算计得好 但依旧困难重重 我怕万一失败的话 若失败公子羽必将伸手易出 而太子殿下你也将万劫不复 难在东宫之位 太子殿下 国师大人 张佑大人 李大人 女朋友一事相求 还请务必帮忙啊 羽大人 是因为子羽来的吧 我之前想买些消失做烟花 他们说私人火药是杀头大罪 公子羽 公子羽已经替我 崖入天牢了 幸会莫慌 二位请看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爹 什么意思啊 幸会 幸会你别着急啊 我们过去那边 爹慢慢跟你说 来 快点 国师大人 那我就按他说的 先行一步了 嗯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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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羽兄 你没受伤吗 太子殿下 再稍来晚一些 咱们可就真的出不去了 这个紫羽兄 可要见谅了 毕竟这天牢 关卡重重 想要闯进来 可是真不容易啊 不过这次 多亏了兵部刑部 两位尚书的帮臣 那殿下 东西带来了吗 五位渴 《 92部》 《出発宽扇控制震扇扇扇扇》 怎么这么安静啊 这帮孙子估计又去哪吼蓝去了 这件事情瞒不了多久 我们得尽快了 都小心着点 这一单是你们平日三倍的功效 干得好 宁晚继续 我们现在跟上去 记住 万宝可被发现 是 跟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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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都进来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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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怎么看你们几个面生啊 不会是混进来的舌头吧 大人 小 小的面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赚点人工钱 还请大人多多包容啊 知道办的是什么吗 小人真的不知道 麻袋里面装的是什么 只是想多塞点稻草 进去保护好他 行啊你小子 挺聪明的 明天接着来 干好了我重重有赏 多谢大人 赶紧赶紧 赶紧 赶紧走 快 来 大人 这些竟然都是火药 这儿的火药是兵部的树呗 对 看来 六黄色果然准备谋反了 大人 现在怎么办 把咱们带的麻袋 放在火药的最上面 麻袋里面是冰草 冰草 在干燥的环境中 会释放出大量的水汽 这些火药一旦遇水 在三个时辰之内都会被浸透 它们便无法使用了 时候不早了 咱们尽快行动 职责生变 是 好看吗 为父帮你戴上 哎 夫人 夫人 还是先帮为父也戴上吧 我一会儿的帮你戴 哎 哎 哎 嗯 为父也可以自己戴 你出去再戴都行 好 夫人 这是老爷临走前 特意吩咐上房给您做的 您最爱吃的菜了 夫人慢些吃 为父还做了很多方便面 回头可以让子母和春桃煮给你吃 给你买了双新鞋 试试看 只要夫人愿意 无论是刀山火海 为父绝不皱眉一向 新婚 夫人 为父真的想好好保护你 为父实在见不得你吃苦受累 夫人 老爷吩咐上房做的早饭已经好了 老爷对您可真是贴心啊 公子雨 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老爷的 哼 大人 今日牢房如此安静 可有什麼異常啊 回大人的話 並不異常 只是 這這開手的幾個弟兄 都出去喝酒去了 什麼 開門 是大人 公大人 不如坐下休息一會兒 可無妨 若是這走私火藥的罪責定下來 那游街勢眾 可是辛苦得很啊 哈哈哈哈 公宋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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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公子羽 怎麼不跟我說 不好 是我 開門 怎麼樣 我 这一盘子 是大人 这一盘子 是 是 移行换位之能 方才见到的不是本人吧 所有人都不用在外面守着了 安排人手在这看看 谁也不许离开 每隔半个时辰便叫他一次 是 准备得怎么样了 少主 所有的火药已经运送到别院 守卫们严防死守 绝对万无一失 父皇 别怪儿臣不孝 谁让你就偏偏相中了我那个废物大哥呢 记住 周围严防死守 绝对不能让里边的事情被外边发现 是 是 新花 傻睿 你何必这么折腾自己呀 娘 我好难过 你说公子宇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不会的 你爹 你爹不是都说了吗 公子宇 公子宇他已经有计策了 是啊 我的乖女儿 你 你不要太为子宇担心 你知道吗 那 那小子呀 他多有计谋啊 你跟他斗了这么久 你 你占过便宜没有 对吧 对呀 那 那六皇子 他也是皇子呀 那六皇子怎么了 他要真有大智慧了 那皇上为何不把东宫之位留给他呀 对呀 对不对 可是 新婚 你呀 就踏踏实实把这颗心放回肚子里 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 那子宇回来呀 也不想看到你这个样子 对吧 对 那 爹 用我的仪式英明保证 子宇一定会平安回来 宇将军 见过太子殿下 不必多礼 太子殿下 怎么你好像没有休息好啊 别提了 在牢房里待了一夜 我听说六皇子听闻陛下生病 吐血不止 已到了弥留之际 还非要见父皇一面 看来 他是想将皇上病重之事搞得人尽皆知啊 在上演一出 皇上去看他的时候暴毙 而后 再以大孝子的身份 顺势夺权 龙袍加身 皇上驾到 不必多礼 快躺着 冰川不孝 竟还要您亲自来看冰川 罢了 你可好些了 好多了 父皇 冰川啊 你娘去世的早 为父一直对你宠爱有加 但你这几次犯的错误 确实有些让朕为难 朕 不得不罚你 那还请父皇尽早地善未给儿臣 否则今日儿臣 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放肆 父皇 儿臣已将三百斤火药存于府中 你若退位 让儿臣做王帝 你便是太上王 你若是冥顽不灵 那你我父子二人 便一同葬身与死 皇上 皇上 遇事冰川 你要做什么 做什么 我父皇铁了心了要将皇位传给那个废物太子 为了天下百姓 为了天兴国的鼎盛 我欲指冰川 必要篡位 放肆 来人 六皇子须以谋反 杀无赦 等等 这府上堆满了近日公布丢失的火药 陛下 好了 朕不能拿兴海城的百姓的性命开玩笑 所以 朕今日决定 朕 皇上 老臣救驾来迟 还请皇上恕罪 竟敢闯进来 你就不怕我跟你鱼死网破吗 上 老六啊老六 你可真是个老六 你真以为这些火药 能在我羽瑶眼皮子底下点着吗 老夫征战沙场多年 你真以为我是有勇无谋吗 况且 我还有一个足智多谋的好女婿 公子羽 她不是在牢房吗 不劳你费心 老夫来帮你 老夫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父皇 儿臣糊涂了啊 父皇 来人呐 父皇 将这帮乱臣贼子 给我拿下 是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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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臣糊涂了 你们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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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徒 你们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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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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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主 赶快送安道离开 属下为你抵挡敌人 你已经废我 竟把你享受的爸爸好 少主 你怎么 赵三 你二哥也被人害死了 你大哥二哥都被公子羽害死了 赵三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生都着急起来 我替你报仇 少主啊 大哥二哥死就死了 还请以大举为重 我 以此落座 漫盘结束但公子羽必须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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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夫人 夫人来陪陪为夫吧 公子羽 你是 是人是鬼啊 你 你别吓我 可为夫不想一个人走 想有你陪着一起才 你 你 你不是说要等我吗 公子羽 不不不 公子羽 我刚刚冲动了 我把那句话收回 你难道刘夫没有感情吗 感情我是有的呀 你让我死 得让我有思想准备吗 走 腿 腿 腿 看来 岳父大人的话也算不得真啊 你没死啊 怎么 你就 这么希望为夫死啊 我 你 我担心了你这么久 你竟然装鬼吓我你 那为夫不是怕 一回来 就看到你哭得像个泪人似的 所幸 就调节一下气氛吗 调节个屁啊 你就知道气我 夫人 今夜 是花灯节 我们 一起去看烟花 你在牢里 观了一夜 肯定没休息好 还是算了吧 花灯节一年一次 为夫去不去倒是无所谓 只是 那些戴着面具 等着给我表白的姑娘 让她们等上一夜 处事不太好 你 去就去 我今晚倒是要看看 谁敢跟我与心欢抢相动 好 你看 看 我今晚 我今晚 我要去买点东西 你等我一下 夫人 夫人要去买些什么 为夫陪你一起啊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等我啊 夫人快先回来啊 еля先生 来 alties 手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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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 夫人 春桃 子墓 准备怎么样了 一切就绪 夫人你就放心吧 该 夫人 平日里 都是老爷害您苦 这回呀 轮到他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的了 夫妻之间交流感情 苦苦 也挺好的啊 公大人 小女子仰慕公大人已久 可否与您共结联礼 公某这一生 只会娶一个人 就 不耽误姑娘了 好吧 公子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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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国公书 啊 夕花 傅娟 先说我今天 是想跟你表白 然后 把这个童心结 给你戴上 可是现在 我是不是来不及了 现在有些都还来得及 你不是说 你以后要陪我好好过日子的吗 你不能说话不算数 你终于对我像一次了 我先帮你把这个东西先戴上 我 是我们 用这东西 白头 等 有一张偏心还流过 我一路走一路 失去一路拥有 为什么才懂要为自己停留 明明在背后还有无数双手 给我最天使的温柔 我一路走一路 失去一路拥有 失去一路拥有 我一路走一路 失去一路拥有 为什么才懂要为自己停留 明明在背后还有无数双手 给我最天使的温柔 我一路走一路 失去一路拥有 没掉泪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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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再月后 孙子 你怎么样